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幕也让多杰琼受到非议 不少网友怒斥他耍大牌 不懂得尊重前辈 同时也为高雄一大把年纪还要受累给后辈撑伞 感到心酸 后来网上又爆出一段视频 经过是周杰琼先给高雄争伞 后来伞才由高雄接过 这场风波才算是安全度过 呼吸高雄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身世行为 竟会给周杰琼带来如此多的非议 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那些老演员们出造的经典作品和角色 却会一直留在观众的心中 由此可见 塑造一个好的角色 对于演员本身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 就是演员需要用过硬的作品来说话 高雄的经历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他的口碑很好 出道多年没有绯闻 为人也是公认的和气与经验 堪称后辈们学习的榜样 流量再高也只是一时的 没有好作品 终究会被后来者取代 只是很多演员都不明白 现在的市场以流量为主 选演员不看重演技 更注重是否能给作品带来热度 最终作品不该 演员被潮 而就在今年 75岁的高雄在国外被网友偶遇 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在某平台上晒出一组照片 趁自己用餐时看到了一位明星 虽然他一下子想不起来对方叫什么名字 但形容其为80后的童年回忆 图片曝光之后 更有粉丝认出里面的明星 正是老戏古高雄 当天高雄身穿条纹上衣 坐在拍摄者的不远处 罕见露面的他 与两位朋友坐在小店门口的餐桌上聚会 虚发皆白 就连眉毛都是白色 但精神觉硕 眼神里透露着一股精气神 隐约可见脸上的一些皱纹 不过并不影响辨识度 身上那件朴素风的条纹衫是老大爷们常爱的服饰 他穿着却显气质出众 正硬了那句 有的人踢块抹布都是时尚 从照片来看 他的身子骨很硬朗 坐姿并不勾搂 身子板比直 头发虽花白 却梳得一丝不苟 应该是精心打理后的效果 在脱发问题已经越来越年轻化的现在 不少网友看到照片之后都羡慕起他的发量 感慨七十多岁的他竟然还能拥有一头浓密的白发 众所周知脱发问题大多与生活压力有关 由此似乎也能推断出他现在的生活很舒心 其他网友看到他的近照之后 也纷纷留言大赞气质好 有人说他吃饭都像是在拍戏一样 也有人好奇他为何身处国外 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 高雄为了孩子的教育便全家移民国外生活 因此外界对他的私生活了解甚少 网上很难找得到他跟家人的合影 之前网络上爆出了一组挤地铁的照片 当时他坐在座位上 手上还拿着酒包 看上去有些落魄 有网友猜测他的生活并不好 为其情况感到担忧 如今想来是关心他的粉丝们多虑了 尽管也移民国外 但他没有放弃演艺事业 除了会在好莱坞拍戏 也不时回国工作 还在甄子丹万启文版的金武门中 出演霍原甲一角 大戏与英雄情怀都上人动容 得到了霍家后人的肯定 认为他是最适合演霍原甲的演员 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满满的正能量 大侠霍原甲一角 后续还有很多演员的版本 但提到观众心中的最佳一版 还得是他 霍原甲算是他出演过的 可以吃一辈子的角色之一 其实他并不算是太高产的艺人 作品不再多而再精 随着娱乐圈的更新迭代 他的曝光度大减 名字也渐渐被淡忘 不过名字虽然不好记 但是他的面容却很有辨识度 长相英气的他 年轻时就保持着寸头 胡子的造型 如今到老年 除了须发的颜色变了 那副面貌个气质 还一数当初 所以纵是外形显脑态 整体面容却很容易认出来 虽然已经属于高龄的老人 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工作 还坚持去拍戏 常去工作的地方 就是浙江横电 前不久他还现身内地横电拍戏 和新人演员一起合作新作品 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 戴着墨镜气场超强 看上去状态不输身边的年轻演员 早年他进入香港 邵氏电影公司 担任龙虎武师和替身 所以具有一定的武术功底 在邵氏当了一段时间武师之后 又转行成为真正的演员 先后在许多的电影电视中 担任重要角色 从影的五十多年里 他出演的电影电视多达百步 饰演的角色更是五花八门 有好人也有坏人 青年时主要饰演一些武打的角色 后来年纪上来了 又主要饰演一些长辈的角色 比如师父父亲师叔老和尚等 西门顿甲、小江湖、沈雕侠侣、以天屠龙记等 都是他的代表作 出道多年 他塑造了多个筷智神口的经典角色 给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每次看到他的资料影像 总会有网友评论 认为他与一代文学家鲁迅很像 如果让他演鲁迅 一定能够引起公动 但是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演过鲁迅 俗话说脾气越大能力越小 而能力越大的人脾气却很小 高雄就是这样一位和蔼的老演员 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出演了很多的反派角色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所出演的角色就以正能量为主 在片场那种复杂的环境里 他总是能够独善其身 从不与别人有过多的争执 与他合作过的许多剧组 从导演到剧物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著名导演周星驰 曾评价高雄这个人 具有一种其他演员所不具备的武侠气质 这个人好像天生就是一个侠客 他平时带人做事也十分讲究一个意志 和他相处你会感觉十分放松 刚刚和他认识就会有一种交织多年的好友的感觉 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那一年两人共事合作拍摄电影《神死关》 高雄饰演武神杨青 在剧组期间 他给周星驰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多年后当记者提及 是否记得有一个叫做高雄的人 曾经和你共事时 周星驰立刻回到 是《神死关》中饰演杨青的那个高雄吗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很可惜后来和他没有太多的合作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武侠气质的人 熟悉高雄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正气正能量的人 虽然演了五六十年的戏 但却从来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而且在演艺圈当中 他见到哪位艺神做得不对 都会直接说出来 完全不给面子 也不怕得罪神 他是一个很敬业的老演员 接到一部戏时 他不会去串戏 总是会将正在拍摄的戏拍完 再去接另一部戏 并且在拍戏的时候 他会投入很大的精力 可以通宵看剧本 与导演和工作人员 沟通的时候 也是彬彬有礼 即便自己背份高 遇身聊天也会站着 演艺圈中有这样一位老戏骨 是一间姓氏 2019年拍摄完《龙岭一哭》 《大侠或圆甲》等戏之后 他几乎就一直没有接星戏 而是留在国外陪伴家人 由于平时的生活比较低调 所以他很少参加公开的活动 长时间的消失于观众事业 所以导致 此前还被造谣已经去世了 其实他一直都非常健康 而且保持着很好的状态 还奋斗在演艺事业上 期间同在国外生活的下雨 曾去探望他 亮神还在花园内开心合影 直到去年中 他才再次回到内地 还罕见地带上妻子同行 事后经纪人晒出夫妻俩 在餐厅吃饭的视频 公开了他妻子的样貌 对方年纪不小 长相不算太出众 但是很是优雅大方 跟高雄同框十分地般配 至于他为何如今 还坚持在娱乐圈发展 有记者曾经访问他 当时他正坐在剧场的麻袋上 一边吃着盒饭 一边笑着说 我这一辈子没少拍电视剧 没想着出名 到了这个年纪还在坚持 可能就是因为真的热爱吧 一旁的众人听吧 也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谁能想到 这位坐在剧场麻袋上 吃着盒饭的和哀老人 就是被誉为金牌绿叶的 著名武侠影视电影配角 高雄呢 希望他可以好好保重身体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相信只要他身体健康 粉丝朋友们就会感到开心了 也期待今后可以看到 他出演更多的影视作品 越和越年轻 快乐享受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